对上樊振东 樊振东呢 其实在我们印象中 属于出道非常早的一位世界冠军了 很年轻 他因为是97年的 97年 孙正也只大了4岁 只大了4岁 但是名气响了 已经拉开距离了 看得出来上手以后 孙正还是有一些紧张的 这上来以后的两次回球都出界了 樊振东2比0 樊振东这位老家 明显在力量上面就占优势 对 您这个老家应该要打一个引号 对 就是相对于孙正来说的老家 孙正来讲 加油 加油 孙正 加油 比赛开赛以后的第一局 孙正目前是0比4暂时落后 看看孙正的发球 其实孙正从上手来看呢 他打得很凶 但是这个凶呢 命中力出个 对 控制不住这个落台的比较 这是一个问题 5比0了 连续了白端以后呢 樊振东的这个机动球的命中力还是更高 抓准机会以后呢 一次正手 孙正这边呢 应该说这个反手的回球呢 也没有准备好 6比0了 这个开局 当然是对于孙正来说啊 小伙子 这可能咱们说这个年轻人啊 心态上要调整一下 对 而且自己一定要趁着年轻啊 去拼对方 好球 终于是樊振东 这一次回球呢 球的出镜 1比6 赛前呢 跟这个张阳教练交流了一下 许昕这边呢 确实是连续的作战以后呢 身体情况不是特别好 一直是重感冒 上一场比赛 许昕就带着这个重病啊 重病在上场 最后呢是输球了 怪不得这个整个状态啊 状态不在 确实 这个球应该是猜往冲发 好球啊 凡正东这边的点抓的确实是比较准啊 这手这般狐撑 力量很大 小将应该控制住凡正东 然后自己上手应该是 对 上手 对 拉好 发力 对 好球 好球 这个球呢 运气球没办 没办法 对的 对的 参访以后呢落在台内 这个打法是对的 打法是对的 可惜了 这个球呢是回球以后呢 其实位置到了 手也到了 但可惜了 黑球是下网 9比2 揭发球呢 反拍 总归 回一拍 也是下网了 这局开出 毕竟是小将啊 手上五位 失误还是偏多了 上手 上手的狭发 不错的 但是可惜呢 手上的感觉还是欠着进攻 去攻击对方 而是需要有一个稍微的过度的一个过程 对 所以乒乓球打起来 一定要轻重结合 这样对方才会难受 对 好球好球好球 这两下应该说 整个球的回的质量啊 并不低 但是呢 孙政之间呢 还有欠缺一些这个稳定性 对 那关键是你看这个 梵子龙的球回过来以后啊 基本上创始在一个点 一个质量 好球 这次呢 孙政的回球 比较刁钻一些 那么 梵子龙这边呢 准备侧身 做一个正手进攻 球出界了 不管怎么个赢法 对吧 主要先上台为主 这个比赛呢 又着急了 对于咱们来说呢 不是要求孙政一定要去赢下这个比赛 对对 而是在这个比赛中得到一个锻炼 锻炼 而且起码发挥自己的技术水平 对 这种球呢 今天比赛都出现很多次了 孙政呢 给人感觉有点着急 他老想一板得分 对 很想把这个进攻的质量打起来 对 好球好球 梵志龙还是质量高啊 这场比赛之前呢 八一队是四胜两负 暂时是排第二位 及十分 山东目前是六战全胜 在第一位 好球啊 呃 梵志龙这个位置和姿势来看呢 其实离台的距离比较远 对 但整个这个身体是拉得非常的充分啊 对 而且整个技术动作很扎实 嗯 5比2 嗯 这个反手啊 梵志龙 梵志龙过来的球拱啊 很拱的 嗯 嗯 慢慢来 哎呦 没办法 远近一个对峙呢 这边还是稳定性欠缺一些 这个没有办法 没办法了 两个人的这个差距其实太大了 对对 2比8 这个球呢 说明梵志龙其实从比赛来看呢 是打得越来越放松了 对 他也是想做一个这个接八球抢弓 对 而且比方拉开距离还蛮大的 是 嗯 3比8 孙正的球呢 跟梵志龙相互间的对峙来看呢 基本上差不多是三个回合左右 对 9比3 那小将我们希望把他把拼镜打出来 对 气势杀气要拿出来 现场的观众呢 更多还是出于这个鼓励啊 一直在掌声来鼓励这个孙正 毕竟是第一个赛季的平常联赛 好球 好球 这种球对孙正来说呢 今天比赛一直在找这个感觉 终于是拿到了这第一分 5比10 啊 还有机会 嗯 可惜了 这个球呢 最终八一队的樊正东 但我感觉明显哈 樊正东的粉丝比较多一点啊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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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致漂亮 还有 非常不错 应该说扛住前面的六七拍啊 已经不错了 孙正还是值得鼓励的 你看这个时候你孙正让这个 反正东大出这个真本事说明孙正是成功了 对 老球 其实呢孙正就一点没有收 那进攻上呢 其实还是 收不住了 嗯 这应该也算是 手臂明显没收住啊 这应该也算是出生忧毒啊 对 可惜了 这个揭发球那今天比赛的整个输率还是比较高的 暂停 上海队交暂停 嗯 记得上来 才能够这个保证参赛的这个人员的数额 继续比赛 310 好球 漂亮 其实两人的观赏性来看啊 在今年的冰超联赛中应该算是可以的 打得很开放 对 完全没有保留 但是孙正就帮了 还有需要有一些稳定性在 对对对 整个对拉的时候啊 孙正看上去就单薄了一点 对 樊正东的球过来以后呢 确实是赚得很厉害 孙正已经好几次了 这个球大飞 而且整个 5比0 樊正东整个技术扎实 人的重心啊 全部压住的 没抬起来过 嗯 稳定性方面呢 也确实是挺缺 这个没办法 这个孙正今天既然是作为这个第一场比赛的选手出战啊 就要做好一百样的准备 这个应该是 也是李杰信的 李杰信的 放一个球 因为他也知道 自己也是从对面这个小伙子的这种状态中走过来的 这个阶段走过来的啊 7比1 1比7 看一看孙正的发球 好球 太漂亮了 反正东啊 打得确实漂亮 过度就是过度啊 发力就是发力 嗯 好球 这一盘应该说孙正追的不错 追的还是很不错的 8比2 好球 男子比赛基本上靠的是力量啊 嗯 力量 力量底下旋转 嗯 是 9比2 看一看孙正的发球 能不能再 再稍微做一些变化 好球 这一盘是有想法的 这个拍盘拍间的这个衔接啊 做得还是不错的 这一盘很明显 就思想上是输了算了 反而是到了这最后几个球啊 打的是比较放松了 这一放松以后呢 质量就上来了 10比4 非常可惜 这次的反拍回球呢 球是出界了 在三局的比赛中 反正东是11比2 11比5 11比4 但是我们依然要对于小将孙正啊 有更多的鼓励 毕竟呢 从这个年龄上来看 16岁 第一年打这个职业联赛 第一线队的比赛的 第一次主场 面对反正东 这确实是会有很大的难度的 对